假期比如暑假 那你自己分身乏數 真的可以找一個那種親子共學團 或者是一種那種夏令營 就是小朋友現在很多機構都有 可以讓他至少有一個禮拜 或者是五天或幾天這種喘息的時間 那那幾天他有規律的事情做 那至少你可以休息一下 對 然後可能就充電一個禮拜之後 下個禮拜你又想到新的梗了 那你再大家去 然後我覺得第三個還是出去玩 爸爸媽媽就是自己也愛玩 最好是大家都很享受的活動 真的沒有一定要錄影 我覺得這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可以取代 不過大家有沒有發現 今天所有的媽媽都帶著寶寶來 對 哎呀 歡迎你們 歡迎 我要請你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你們放假的時候 會帶小朋友做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們遇到什麼困擾的事情有沒有 我覺得我遇到的困擾就是 週末會去到沒有平常去 像我跟我老公都是一到五的上班族 然後他一到五就是去學校上課 所以週末呢就是我們家庭日 一定要帶他出去走一走 可是現在遇到一個問題是 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你在外面走太久了 真的很不舒服 最後沒辦法 只好去百貨公司看玩具 或者是去圖書館書店看故事書 有時候想說換一下 帶他去電影院看電影 可是因為他現在才4歲 能夠看的電影真的也不多 你想到想破頭都沒有地方去 就很困擾 海盾嗎勒 像我就很喜歡野餐 我是野餐達人海盾嗎 哇 可以看 因為我覺得野餐是大人可以放鬆 小孩也可以放鬆 就是兩方接引的狀態 好專業喔 對 太專業了 等一下 你們還有那個 這又逼死誰了 你們有意思的喔 那個三層的蛋糕 那個帳頭 那個帳頭 太誇張了 那個帳頭 還有氣球 抱歐都帶了 像我們就會 所以你的媽媽啊小朋友就是讓他在旁邊跑 那媽媽就可以吃東西啊聊天 然後躺在那邊看天空 這都媽媽們自己佈置的嗎 對 這樣我們就會一起 喔這個是我們當時跟 我們有幾個好生媽媽一起樂趣也談 那如果是說 國內外旅行就是讓 比如說比較有長一點的假期 我們就是國內外旅行 我覺得跟小孩旅行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 因為是那麼長時間相處嘛 所以你會發現 有一些是你平常沒有注意到的 比如說他會跟其他的朋友 然後的小孩是比他小的話 他就會變成哥哥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 所以我平常是沒有看到他跟其他小朋友 弟弟妹妹相處 他就會去照顧小朋友 對 然後我就覺得還不錯 雖然是長時間有時候會累 但是你會發現不一樣的他 對 那下雨天的話也有方法 就是在家 比如說我們兩個會一起做麵包啊 做點心 就是親子烘焙這樣子也不錯 哇 那在座那麼多小朋友 還有很多媽媽 很想要知道 就是我們放假的時候 可以特別做什麼 或什麼安排活動 什麼禁忌要避開的 放假只有一個禁忌 就是不要做自己快要累死的活動 那第二個 假日的活動 剛剛其實我比較想要 站在媽媽這一邊去談 因為很多人都站在孩子那一邊 對 有沒有他可以參加你的活動 比如說剛剛齊惠有講 就是就是齊惠還有維媽 他們有講說 烹飪這件事情 很喜歡烹飪 對 那喜歡烹飪 你說 孩子可不可以來參與 可以啊 烹飪很好 那是不是 你的活動 他來參與 他又覺得很好玩 你們兩個享受在其中 而不是你勉強自己去參加 你那個不會的那個 露營或者是野餐 所以說 有道理 面向思考 真的 所以像 像我們之前去露營 因為我們也沒有什麼 太多的露營的經驗 第一次 跟著達人走就對了 你千萬不要自己去搞 或者說什麼DIY 或者說是什麼的 國外的那個行程 如果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哪一個人有要去 然後你去過好幾遍 就跟著他走就對了 那你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你從那一次建立了那個經驗以後 後面你自己要來的時候 會比較鬆 我那一次帶女兒去新加坡 因為我們同時也去做秀 就很多的artists去 那其實小朋友第一次出國也是人生地步守護環境 我們也不曉得他有什麼狀況 但是因為憲哥帶著大家 然後我們整個行程就變得 很瘋狂 就很熱鬧 但是當然在當中學習到很多 就是讓小朋友坐飛機 他年紀雖然這麼小 但是他總有一些體驗 所以他出去了以後 就回來就會講教話 然後他就 他就會 對 憲哥 對 我們學到憲哥的 學習能力很強 哇塞 所以很多媽媽都在講說 待在家真的不如帶身體 就因為最近颱風來 終於有大型就帶在家 沒關係 我們有法寶 對 跟媽媽一起做媽媽喜歡的手作料理開始 好媽媽媽跟著小朋友一起做 今天要做什麼 今天要示範的親子料理呢 是小朋友非常喜歡的造型小饅頭 好 我們就是用奶粉 奶粉而已 而且我們不加奶油 對 也可以做像那種市售小饅頭 非常鬆軟的口感 好厲害 今天請優優小主廚來幫忙 是的 小主廚 你好 因為我們要加雞蛋喔 這是蛋黃而已嗎 對 需要蛋黃 好 優優麻煩你 要蛋黃嗎 對啊 加油 加油 這個蛋黃 好棒喔 蛋黃蛋白分你的工作小孩也可以做 對 暗黃的衣服 可以 要稍微補助一下 那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最愛的糖 對不對 砂糖 來給優優 砂糖倒進去 對 好棒喔 來 星董哥 你這是好爸爸 他隨便倒一口就喔 小朋友要給他正面亮的口味 那個啊 你說現在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要搅拌對不對 對 我們稍微讓他攪拌到有點乳白色就可以了 要讓 看沒有 沒有看到白色喔 對 OK 這樣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滿意嗎 小主廚師 好 那接下來我們幫忙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加奶粉 這就是你講的那個 會有酥酥的口感嗎 對 全部倒完給優惠到 全倒喔 那奶粉是用就是家裡 太包奶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個 這一道其實小朋友一歲以上就可以吃 OK 來 就是慢慢慢慢攪拌 好棒喔 也是把它攪在一起 對 這個步驟的話 它麵糰會有點乾 所以可能會需要大人協助一下 你知道麵粉大概 那個奶粉大概要多少 奶粉30克 30克 剛剛那個糖呢 糖的話25克 25克 因為其實在家可以自己減糖 所以就盡量糖分可以盡量減少就減少 然後蛋黃一顆 對 蛋黃一顆 然後加入 加入的是日本太白粉 為什麼 太白粉的話 它其實就是要為了要增加 就是像市售放到嘴巴會有點 軟軟綿綿綿的那種滑滑的口感 而且不是麵粉 是太白粉 對 是太白粉 因為用麵粉的話它是會硬脆 對 但是我們是想要做鬆軟的感覺 了解 那為什麼要選日本的太白粉 台灣不行 日本太白粉它其實是用日本的馬鈴薯澱粉做的 它的粉質會比較細緻 而且比較白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加入鮮奶 鮮奶 鮮奶的話我建議就是可以分次加入 因為每一顆蛋黃的大小不同 那看狀況 對 慢慢的去調整到它的麵糰 可以成型就好 好啦 那我們麵糰已經成型了 就這樣子 然後就要捏了 對 小半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就可以交給我們小主廚囉 那我們就盡量就是大概取適量 對 啊 這個重頭戲 重頭戲 他們最愛的 搓搓搓 對 我會把它搓成 一開始我會先搓成細長條狀 然後我會利用家裡的果醬的磨刀 會比較安全 喔 好棒喔 好棒喔 好 剝開 好棒喔 好棒喔 其實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所以表示這個活動選得很對 一來 一起來啊 對啊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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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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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她很想 我們站上去 一起擦擦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適合三到五歲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就他們的能力而言 這些攪拌的這些能力 還有這些切的這些能力 他們都把它當作是一個遊戲 所以他們在玩遊戲的過程中 會專心 那小朋友在搓圓形的時候啊 其實我就會把它搓成長條狀 然後做一些字母 然後做了一件字母餅乾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做好了 你看這個樣子可以用字母 還有星星 還有很多圓圈圈 還要刷蛋黃的 對 蛋黃 為什麼要刷蛋液 為什麼要刷蛋液 刷蛋要讓它 顏色更漂亮 對 顏色更漂亮 就像蛋黃酥 外面要刷 也要刷蛋液 然後拿一些金黃色的感覺 自己食慾 對 也對 因為要撒芝麻也可以 或是杏仁片那些 對 就喜歡吃的東西 對 就喜歡吃的東西 好厲害在幫忙耶 好棒喔 我小朋友真的好喜歡做這個 對 他們 小朋友非常有參與感 很棒喔 那我們現在要進烤箱囉 怎麼烤呢 170度先預熱 然後烤大概15分鐘 表面上色就OK了 好棒喔 非常的快 那我們要送你烤箱 跟她說Bye Bye 說待會見 Bye Bye 很好 待會見 待會見囉 170度 15到20分鐘 好強喔 好強喔 因為這是烤好酷喔 好可怕喔 我讓你們看看 M病的什麼樣子好不好 其實我有特別設計的 就是好神媽媽的英文字母 那我們來吃吃看喔 來 吃吃看 來 吃吃看 170度 420秒 170度 有家浴震 160度 220秒 160度 121 221秒 121元 221秒 121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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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秒 121秒